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几天看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新闻 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分校的一位中国学子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了20岁 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 当地警方经过调查后认为死因因为自杀 无独有偶 2017年2月 加州大学分校的中国留学生刘某在寝室内自杀身亡 2016年12月 就读于俄州州立大学理论物理与天体物理专业的学生刘某 引淡自尽 2016年11月 来自上海的留学生陆某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求学期间自杀 在常人眼里 这些闲着金汤池出生的天之骄子 读着名校 家境优渥 智商高 学习好 却频频选择自杀 我们不禁要问 他们到底怎么了 看过一个采访 一位患有严重焦虑症的名校毕业生说 大多数名校的学生都没有意识到 即使那些表面看上去很积极 很棒的学生 也很有可能在被心理疾病折磨着 即使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也未必意识到他有心理问题 据统计 在美国 国民平均收入比20世纪60年代提高三倍的同时 抑郁症的患病率却比之前高出了十倍 发病年龄也由29.5岁下降到了现在的14.5岁 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虑 我们越来越富有 可为什么还不开心呢 哈佛幸福课提到 我们越来越富有 可是我们却越来越没有幸福感 而生活中过得最不幸福的 往往是以下这三种人生模式 在不了解自己的人生模式前 让我们先做个测试 假设你因为减肥而饿了一整天 现在终于有时间可以吃东西了 于是你走进一家汉堡店 以下有三种汉堡供你选择 你会如何挑选 选择第一种汉堡的人为享乐主义型 享受眼前的快乐 同时也埋下了未来的痛苦 这样的人生是及时行乐 出卖未来幸福的人生 选择第二种汉堡的人为忙碌奔波型 牺牲眼前的幸福 为了追求未来目标的人生 选择第三种汉堡的人为虚无主义型 是指对生活丧失了希望和追求 既不享受眼前的事物 对未来也不抱有任何期许的人生 享乐主义型的人生模式 错在认为只有过程是重要的 虚无主义型的人生模式 则同时放弃了过程和结果 他们对生命已经麻木了 而现实中的大部分人 都属于忙碌奔波型人生模式 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现状 唯有好的结果能够带来快乐 感觉不到过程的重要 为什么当今社会 有那么多忙碌奔波型的人 因为人们常被幸福的假象所蒙蔽 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是这样的 假如孩子成绩全优 家长就会给予奖励 如果员工工作出色 老板就会发给奖金 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下一个目标 而忽略了眼前的事情 最后导致终生的盲目追求 然而一旦目标达成以后 人们常把放松的心情解读为幸福 好像事情越难做 成功后的幸福感越强 不可否认 这种解脱让我们感到真实的快乐 但它绝不等同于幸福 这只是幸福的假象 这就好比一个人头痛好了以后 他会为头不痛而感到高兴 这是由于这种喜悦来自于痛苦的前因 忙碌奔波型的人错误地认为 成功就是幸福 坚信目标实现后的放松和解脱就是幸福 因此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目标 奔向另一个目标 认识一位年轻律师 他在一家知名公司上班 并即将成为一家创业公司的合伙人 他高级公寓的落地窗 能看到全市最美的夜景 他每天非常努力地工作 一周至少工作60小时 早上挣扎着起床 把自己拖到办公室 与客户和同事开会 撰写法律报告与合约事项 曾问他 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他说 最想去一家画廊工作 但是如果在画廊工作 收入会少很多 生活水平也直线下降 虽然他对律师这个职业很反感 但是没有选择 时间被不喜欢的事情占据 每天都过得很不开心 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毫无选择 只是他自己的决定 让他不开心 当你把物质和财富 放在了快乐和意义之上的时候 你的幸福感肯定会大大下降 因为幸福的关键在于 寻找真正能让自己感觉到快乐 和幸福的目标 只有在追求这样的目标时 我们不再是消磨光阴 而是在让时间闪闪发光 那么除了上文中出现的三种汉堡之外 这世界上会不会存在既健康又好吃的汉堡呢 当然有 这就是第四种汉堡 这种汉堡代表的是幸福型的人生模式 什么是幸福型人生模式 幸福型的人生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 有一项调查是针对医院清洁工的 调查人员将清洁工分为两组 第一组人觉得自己的清洁工作很无聊 没有意义 但另一组人却觉得工作很有趣 做得很投入 他们与护士、医生交谈 想办法让医院员工更舒适 他们看待工作的角度更高 并找到了意义 第二组人由于在工作中找到了使命感 从而也获得了更多的意义和快乐 可以想象 一个因为家长的压力而选择法律专业的人 是无法在其中找到永久的快乐的 相反的 如果是由于对法律的热爱而成为一名律师 那他在维护正义的同时 也会觉得幸福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幸福型的人生模式 以下有五条小贴士 一 遵从你内心的热情 选择做对你有意义 并且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 不要盲目听从他人的建议 放弃自己的选择 二 多和朋友们在一起 不要被日常工作缠身 亲密的人际关系是你幸福感的主要来源 三 学会失败 成功没有捷径 历史上有成就的人总是敢于行动 他们也会经常失败 别让对失败的恐惧 伴住你尝试新事物的脚步 四 接受自己的全部 失望 烦乱 悲伤 是人性的一部分 接纳他们 将他们当成自然的事情 五 勇敢 勇敢并不是不恐惧 而是心怀恐惧 却仍然向前 之前央视专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时候 曾经问他 你幸福吗 莫言的回答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世人的眼中 他功成名就 全世界闻名狭尔 应该会很幸福 然而他却委婉地说 不知道 可见 一个人的幸福感 往往和他的社会名誉 声望 财富 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在生活中横冲直撞 不停追问普世价值观中成功的人 不妨停下来 问问自己 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我觉得幸福吗 借掉忙碌奔波型人生模式 不被幸福的假象所蒙蔽 你会越活越幸福 人生只有一次 我们更应该痛快 更闪闪发光地去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记得吗 当时的月亮 高挂在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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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今晚的牙 当时说的话 我早忘了呀 闭上眼 闭上眼 都是你 幸福的模样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头望 回头望 天空躲起来 那眼角的海中 那眼角的泪光 是青春的代价 流的泪在心上 开出一朵花 当时的愿望 天真的幻想 像是风筝 如今飞到何方 那眼角的泪光 是青春的代价 流的泪在心上 开出一朵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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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愿望 天真的幻想 天真的幻想 幻想 像是风筝 转拉转 如今飞到何方 那眼角的泪光 是青春的代价 流的泪泪 流的泪在心上 开出一朵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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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